等成婚后 我要按照现代人的规矩 带公主去 渡蜜月 渡蜜月 不知公主 想去哪里 有太富的地方 哪里都是人间圣经 喂 顺姐 明威 穆婷舟的微博是怎么回事啊 媒体快炸开锅了都 我马上带你们那儿啊 见面再说 好 我知道了 这 你看 你刚刚在我家 给我爸看的就是这个 是啊 要对公主负责 总要拿出些实际行动啊 你怎么都不跟我商量一下呀 神姐刚刚很生气 你我婚事 是何须他人智慧 神姐说 他在家等你 有事要谈 好 车来了 是不是慕婷舟的车 快快快 快快快 上 小赵 你这么多年一直陪着廷州 处处为他着想 帮他出谋划策 怎么到了这关键的点上 就有着他胡闹呢 结婚 他现在这种情况 怎么能结婚呢 小赵啊 叔叔知道 你不会害婷照 可是婚姻这么大的事情 你哪怕 哪怕提前跟我们通个气也好的呀 叔叔阿姨 这事啊 我和小赵事先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你们这些当经纪人的 那也太失责了吧 这件事情和他们无关 这是我个人的主意 请你们切勿再责怪他们 孩子 可是这是多大的事情啊 你怎么跟爸妈都不商量一下啊 我和公主两情相悦 还望二老不要再横家干涉 可我是你妈 明小姐 我们当初请你来 是帮助我儿子恢复记忆的 不是来欺骗他的感情的 伯母 这件事情 没有提前和您和叔叔商量 是我们不对 我知道您的顾虑 但 我们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说吧 给你多少钱才能离开我的儿子 我没想到 你当初这么好心地答应了帮助我们 是抱着这么不蠢的目的 求得胡言 伯父 不管你记不记得 认不认我们 我们都是你的父母 你不能这样对我们 李小姐 我相信你是个名势里的人 听周他因为生病犯糊涂 可你不能跟着糊涂办 不父父母 你们小小姐 这样也解决不了问题 要不 你们看这样 这件事情交给我和沈素来处理 我和听周这么多年朋友 我也不能害他 对吧 没事吧 作为公众人物 你们做什么事之前 是不是应该先知乎一下经纪人呢 对不起 圣洁 是我们做事太草率了 公主何错之有 公布关系一事实 公主事先也不知情 说实话啊 我根本不赞成你们俩在一起 我知道我说什么没有用 但你们没有必要把事情弄得沸沸扬扬吧 低调 低调 懂啊 低调 显得我们更加心虚似的 任何人都可以跳出来 阻拦我与公主相爱 给我们设置阻碍 依我之见 索性 公之于众 照告天下 我与公主堂堂正正 彼时木与成舟 相信也无人再敢 随意智慧 即便再有无聊之人说三道四 我与公主光明磊落 又何惧悠悠之口